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这周的新闻相当有趣 中国的未成年玩家竟然只可以玩游戏一个小时的时间 米哈游星座遭到玩家调侃向动物森友会 Nintendo Switch的eShop竟然出现了翻版的最后生还者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首先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来自中国的游戏资讯 随着7月的到来 炎热的暑假也正式开始 除了好好出外旅游陪伴家人之外 玩游戏也绝对是必不可少 然而随着暑假的来临 中国的游戏厂商如腾讯 米哈游和网易 也都各自释出了暑假期间未成年的限玩日历 从7月1号到8月31号 未成年玩家只允许在周五周六和周日游玩游戏 且每天只能够游玩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网易的官方微博也表示将会启动AI巡逻员 24小时监督未成年玩家的游玩时长 针对此项限制令官方也都开通了自家平台 来让家长能够直接透过平台 调查孩子的游玩时长和消费记录 虽然会限制得如此严格 都是为了防止未成年沉迷于游戏 但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是他们玩错了游戏 只要选择了正确的游戏 或许他们就能够爱上学习 甚至还能够提升更多的生活知识 因为以下一则新闻 B站上周就出现了一部非常有趣的恶搞影片 成功引起了玩家们的讨论 不仅有着超过200万的观看数 还获得了大量玩家的支持 一位名叫陈红Iris的up主 就上传了一部名为 思维池学习机的恶搞广告影片 80年代他们有着小霸王学习机 现代他们有着思维池学习机 影片中主要是一部以推广Nintendo Switch的恶搞有趣广告 不仅夸了掌机的性能 还表示掌机的游戏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各种各样的科目 单单萨拉达传说就可以学习物理、化学和地理多种科目 其他游戏还能够学习编程、体育等项目 该影片还把每个游戏的主角都化成为老师 表示孩子可以透过思维池学习机来学习非常多的知识 甚至还在影片中表示 思维池学习机能够带来学习的乐趣 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不怕他们不学 只担心他们学太多、学太深 短短的三分钟充满了各种精髓 感兴趣的玩家们可以自己去观看 这部影片爆红之后不仅引起了玩家们的讨论 大家也都纷纷在留言区中放了自己和父母聊天的截图对话 分享自己父母看到思维池学习机时的反应 B站更是有一位up主 直接开始了马利欧老师的课程 在奥德赛中开始上课 不知道荧幕前的玩家们又有什么游戏 是让你们学会了现实中学不到的知识的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说到了米哈游 随着他们旗下作品原神打开了全球市场 近几年米哈游也是非常积极地在开发全新的游戏 像是星穷铁道还是绝曲灵等 都是呼声非常高的作品 然而早在数个月之前 推特上就出现了不少爆料 表示米哈游正在开发一款偏向于休闲生活类的模拟游戏 玩法上和动物森友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对于此爆料 一名推实矿组SipSipStefan 就在6月的时候 于推特上爆出了 更多和这款游戏的相关消息 更是放出了游戏的一些画面 画面遭到了流出之后 也被部分玩家疯传 但在不久后 SipSipStefan就将自己的爆料内容给删除了 随后他也表示 自己收到了来自米哈游的律师函 禁止他再继续外泄更多的内容 否则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只是对米哈游的伤害已经造成 因为部分游戏截图 已经遭到了玩家社群的储存和疯传 对此米哈游官方也在之后发出了一则公告 严正声明爆料者们停止进行侵权的行为 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游戏资讯遭到了外泄 但玩家们在得知了这款由米哈游宇宙 打造的生存模拟游戏 又是否感到期待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接下来就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有趣的游戏资讯 日前Nintendo Switch的eShop商城中 就出现了一款名为 The Last Hope Dead Zone Survival的游戏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眼尖的玩家应该很快就发现到 游戏的封面设计跟索尼独占游戏 最后生还者非常的相似 而且游戏中的女角色Eva 也跟最后生还者的爱丽长得很像 The Last Hope这部作品的工作室 是一家来自罗马尼亚 名为VG Games的游戏工作室制作 这家工作室在过去就有推出过几部作品 在Switch平台上 只是他们的每部作品的品质 几乎都非常的简单粗糙 The Last Hope游戏的售价为1美金 也有玩家为了测试游戏的品质 而自愿地入手了这款游戏 并在游戏中发现到 其内容确实是非常的单调 简陋且粗糙 有玩家更是嘲讽了 这款游戏看起来就是一个手游 虽然游戏目前尚未遭到任天堂的 eShop下架 只不过也不能排除索尼会以侵权为理由 将这款The Last Hope给要求下架的可能性 说到了索尼 这段期间动视暴雪收购案 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查下 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继Xbox负责人Phil Spencer 表示索尼付钱给Bedesta Studios 不把游戏登录到Xbox平台之后 蔚然的CEO也在听证会中再次开火 蔚然的CEOSanya Nadella 就在听证会中表示 如果自己可以选择 他很乐意摆脱 阻击独占游戏的市场和文化 然而这并不能由他来决定 他在听证会中就表示自己 处于主机市场较为低等劣势的一方 而主机市场的领头人 先建立起了独占游戏的市场和文化 所以他们为了与之竞争 才迫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决定 有趣的是 动视暴雪收购案也邀请了 PlayStation的执行长Jim Ryan 出席了听证会 对方在听证会中先是表示 星空独占在Xbox平台 并不存在反竞争的行为 反而是抨击了Xbox Game Pass 会严重影响开发者和发行商的获利 以及消费者对游戏定价的看法 且表示自己在询问了投资者 以及跟一些发行商交谈之后 都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Game Pass 而当微软的律师反问Jim Ryan 如果他是Xbox的负责人 是否会让《决胜时刻》系列 或其他动视暴雪旗下的作品 成为电脑或Xbox平台独占的游戏的问题时 对方也以此问题为假设性提问 而选择了拒绝回答 当然独占游戏从过去到现在 就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文化 每个人对于独占游戏的看法都有所不同 商业立场也都各有理由 不知道玩家们又对独占游戏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也可以在下方一起讨论哦 最后就来跟玩家们速报一下游戏资讯 CSGO的赌博网站在过去就一直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 尤其是随着CSGO二代的公开 游戏中的造型和其他物品的价值都有所提升 然而就在不久前 V社又一次的大批清楚了 参与CSGO赌博网站的交易者 许多交易者的Steam ID都遭到了官方无预警的停权 但就在前日 一名叫Onnetpixel的实况组 就在实况中收到了来自一名观众 送出的CSGO交易 这名实况组非常喜欢收藏CSGO的各种造型 很多时候都会直接在实况中开箱 那名观众送了这位实况组价值超过12万美金的箱子 成为了该实况组交易过最高价格的交易 这名实况组不仅在实况中立即联络了母亲 来分享这一则好消息 更是在推特表示 接下来的周五 将会在实况中把这些价值12万美金的箱子都给开了 而根据知名游戏人Jean Lucky的解释 送出这项交易的玩家其实在不久之前 从CSGO的皮肤赌博上赢得了超过400万美金 因此就推测 这名玩家要么只是纯粹这名实况者的粉丝 要么就是想要避免受到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风筋热潮给波及 但这样丰厚的礼物 也让许多玩家都担心这位实况组会遭到V社的停权 如果玩家真的能够拿到这样昂贵的宝箱 你们又会选择开箱 还是把它给卖了呢? 下一则新闻 Among Us于上周公开了令人震惊的新闻 他们将和制作无尽列车动画系列的作者 欧文丹尼斯联手制作以Among Us的玩法为核心的改变动画 动画将由CBS iAnimation工作室来操刀 而该动画的主要剧情就是讲述了 一伙人在太空船中试图找出谁才是真正的伪装者 否则全员就得面临死亡的命运 虽然无法得知该动画将会在什么时候播出 但相信玩家们在听到了这一则消息之后 除了感到惊讶也感到非常的期待吧 究竟动画要怎么样呈现出被伪装者被判追杀的紧张感呢? 那还真的是让人感到好奇啊 下一则新闻 由Daedalic Entertainment所开发的魔界孤鲁 在推出之后就因为游戏中的种种问题 而遭到了玩家们压倒性的负贫轰炸 玩家机密在过去也有和玩家们分享过了 这款游戏的问题出在哪里 感兴趣的玩家们也可以过去看看 然而工作室就在不久之前向媒体表示 魔界孤鲁的失利 糟糕的销量和评价 都接连影响到了工作室后续的开发项目 因此公司也决定取消多款正在开发的新作品 同时开发部门也将会遭到关闭解散 而团队中的90多位员工力 也将会有25位员工遭到裁员 公司也承诺会为这群被裁的员工提供帮助 最后一则新闻 游几天之术制作的最终幻想16 在游戏上市之前 就有努力的为游戏进行各种宣传 而且还亲自跑到各个地方参与活动和见面会 虽然最终幻想16的玩法和过去的系列玩法大不相同 且整体游戏也给了玩家一种看待于玩的体验 但整体的品质也成功达到了玩家们的预期 最终幻想16作为一款独占PS5主机的游戏 在上市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全球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套 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 虽然如果拿最终幻想15 一天卖出500万的销量来做对比的话 确实是有些许的落差 但最终幻想16在经历了最终幻想15 当时所引起的争议 以及玩法上的改革 且还是独占PS5的情况下 都依然能够砍下300万套的销量 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知道玩家们在玩了最终幻想16之后的心得又是什么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有什么想说的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